大家好,我是张鑫 今天早上看了个新闻 很多好朋友传了一些照片给我 看了之后心情极度不爽 但是今天我这个频道还是不谈政治 我想来聊一聊男人外遇 或者是有了小三 或者是被揭发之后 他有几句回复的话 我听了真的特别不开心 趁着我自己有个频道 来聊一聊这些事情 我觉得有个频道的好处就是 我喜欢说什么说什么 爱骂谁就骂谁 爱讲啥就讲啥 而且我已经退休了 也不靠这个频道赚钱 所以咱可以随心所欲 爱说什么说什么 不过以下的说法都是我自己的说法 跟其他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曾经看过几个 面对外遇的危机处理 有其中两句回复 是我听了超级不爽的 其中一句我今天居然又听到 第一句我最不爽的 是以前很多人这么讲 就是对不起 我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这是什么话呢 这有在对不起吗 你是在跟谁对不起 你是对不起自己 还是对不起全天下男人 还是对不起你的另一半 还是对不起那个小三 你这个对不起到底是跟谁对不起 再来就是 你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同样的错 别人犯了你就可以犯吗 别人闯红灯你就可以闯红灯吗 别人随地丢垃圾 你丢垃圾就是没错的吗 自己犯了错还想要把全天下的男人通通脱下水 谁说全天下男人都会犯这种错呢 你爸爸妈妈有犯这种错吗 没有啊 你会告诉你小孩这种错是可以犯的吗 不会啊 那为什么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就可以拿来作为一个开脱之词呢 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危机处理 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他要想的就是 希望借由男人的同情 因为男人可能心里都会有一些遐想 曾经肉体没有出过鬼 但是思想可能曾经有过一些不正当的遐想 或年轻的时候看过一些有的没有的片子 他想借由这一种种同样犯过错的罪恶感 来要挟或加持所有男人的思考能力 可是女人为什么要原谅他呢 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女人就要原谅你吗 我就不知道这到底是一个什么说法 什么样的开脱之词 我自己听的是几度不爽 我不知道大家听了之后感觉怎么样 第二个 我听得更不爽的 就是男人出来面对镜头的时候说 我老婆和家人都已经原谅过了 我老婆已经原谅过了 你老婆原谅你不原谅你 是你老婆说了算干你什么事啊 你可以出来代替你老婆说话吗 还是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已经吃定你老婆了 认为你的老婆家人没的选择 他一定得原谅我不可 还是说你的老婆早就知情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特别的想法 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度不负责任的情绪勒索 说了这句话之后 老婆可以否定吗 老婆可以出来说我没有原谅他哦 我没有跟他讲过哦 很难吧 你不是把老婆就卡在那里了吗 老婆到底原谅你了什么东西 说清楚了吗 我们讲 覆水难收 破尽难从源 你身上有了刀痕割了一刀之后 他总会结疤的 即使他好了 他还是有个疤在那里 以后也不会完转 你说是吗 你就想一想 你被你身边最亲密最信任的人捅了一刀 背后给你捅了一刀 做出你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 你在接下来的生命当中 你的老婆或者是另一半 不会有阴影吗 他将来如何再信任别人 大家可以想一想 他为什么要原谅你 这不就是一个赤裸裸的情绪勒索和绑票吗 吃定你了 你不原谅也不行 反正你也不用出来说我自己讲就好 我还帮你说了 接下来在有媒体去访问的时候 你也不好否认了 另外一半也不好否认了 你说是吧 要不就躲着镜头 要不就不出来说话 要不然就是站在老公的旁边 默默的点头暗之垂泪 这怎么可以拿这种东西来当做道歉呢 抱歉 我老婆已经原谅我了 媒体大幅报导之后 让大家担心了 你这到底是在跟谁对不起啊 应该对不起的人是谁啊 你应该对不起的对象是 老婆 是小孩 如果从感情面来说 就政治面的是 我们就不在这里多谈了 你是立巴尔委员 是国防外交委员 那咱就不提咱们这个频道 不讲哪一块 但是从情感面来说 这一个道歉 真的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情绪勒索 我们再从后面来谈起 现在比较理性一点啊 什么叫做原谅 在外遇的过程当中 一定有一方是受害者 一方是做错事的人 原谅通常就是做错事的人 要求受伤害的那一方 体谅我 原谅我 可是通常这一方 他希望的原谅和体谅是什么 希望这件事情永远不再提 希望这个事情从此结束 希望那一段事情从此看不见 让我们回到没有发生这件事情 以前那个相亲相爱的过往 但这是不可能的事嘛 而受伤害的人被要求原谅 而他原谅对方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因为我很爱你 所以我愿意包容 你过去那一段时间犯的错误 因为我有现实的考量 我不得不容忍你已经犯的错误 也就只有这两种状况嘛 再来那原谅呢 原谅并不代表是把这个事情从记忆当中抹去 发生了就发生了 抹不去的 他的原谅只是愿意重新开始建立信任 重新开始修复关系 但是能不能够建立信任 能不能够修复关系 能不能让这一块伤疤留在那里 永远不会变成卸足种 不会造成另外一次的伤痕 那没有人可以保证 所以啊 我看过很多 外遇之间发生的事情 但是政治人物 或者是那个 公众人物 出来说这两句话 我真的是没办法接受 听了我是一肚子火 好汉做事好汉当 你有总做这种事情 你就自己承担了 我相信每个人都是聪明的人 每个人也都会想过后果 很多人说小头胜过了大头 可是你的大头还在啊 你在做那件事情之前 做那件事情 那几秒钟 你可能丧失思考的能力算了 但之前之后 你总想过这件事情吧 你该承担的责任 就是得承担 逃不掉的 没有办法用这两句话 就把责任撇得一干二净 这是 对不起 这是全天下男人犯的错 讲这什么话 第二个 我老婆已经原谅我了 这是你说了吗 还是你老婆出来说了才算 你老婆说了 我都不觉得 她是讲真心话的 你说了又算什么数呢 好嘞 接着我的频道 说说我自己的想法 但是今天讲这一段 跟所有的政治人物 跟政治的状况都没有关系 只是奉劝所有的 不管男生或女生吧 要做这个事情 或者是感情有了一些变化 一定要承担自己该承担的责任 在做任何选择或决定之前 一定要想清楚 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只抱不住火 所有做过的事情 一定会留下痕迹 总有一天 水落石出 或者是事情爆发的时候 你就会需要承担 你应该要承担的责任 或者你会承担 你根本承受不起 或从来没有想过的责任 好嘞 张心漫谈 一肚子火 胡言乱语 咱们下回见 拜拜